好 观众朋友 我们稍后马上再次连线到立法院在场内场外 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38分 为什么说马总统其实在这个时候要跟学生对话 有他的一个迫切性 因为情势似乎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紧张 为什么呢 那么3D新闻台今天凌晨当中捕捉一个有数百名的黑衣人的画面 那么这个画面到底意味着什么 等一下我们带你听听看 独家画面当中又再度捕捉到这个飙车组 那过去几次飙车组 他们所携带的工具当中 警方也发现很奇怪 他携带要有三样工具 分别在不同的超商去买的 然后似乎这个计划性的意味非常非常浓 不寻常的气氛里头 现在在这个立法院场内场外正在蔓延当中 所以要不要积极去面对 这个时候应该要秉持公正客观的国家机器 那么警察人员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们看到在强势区里当中 现场为你邀请到有这个同学来到我们现场 在这个行政面的工站的现场 有台大化学系硕二的学生郭同学 还包括这次在医疗志工团队当中的黄医师 人也在我们现场 我们先从这个现场的VCR来看起 现场我请教是黄医师 那天晚上礼拜天晚上说你人在现场对不对 对 我是当时候现场的医疗站的总指挥 由我调度当时候的任何医疗行为做处置这样子 是谁请你过去的 我们医疗志工团我们是一个自发性的组织 因为我们认为当有冲突发生的时候 就应该要有医生存在 医生永远站在病人的这一侧 那我们担心说在当下时间点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一个冲突在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18号之后 我们就一直有医疗团体在这边运作 那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医疗团体 都是属于自发性的行为 你们总共去了多少人 您看到了什么 包括您看到了在当时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情形 那时候大概是几点钟 这个时间还蛮漫长的 那我是在后线做总指挥的部分 那我们有陆续接收到一些 从前面退下来的一些学生的状况 那我们在当时候我们派了大概六七十位 的医护人员跟EMT 救护技术员在前线做处置 那我们把所有的当时状况都留给 他们的当时的医护人员做指挥跟管理 那我们有接我们听到的消息 包括说我们在当下时间点 我们一直在坚持医疗中立的原则 所以不管是医师 不管是与民众 学生或者是警察受伤 我们都提予协助 所以我们的第一线的医师有告诉我们说 他们听到行政院二楼 有警察受伤的时候 他们就直接冲上去把警察拖下来一楼 然后再做适当的处置 那从此看到民众受伤的时候 我们也是赶快予以做协助 但是很不幸的一点是 当警察在驱离行动的时候 他把我们的医护人员赶出了现场 那我告诉各位 在世界医师会五专冲突及其他暴力行径之规范的时候 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医护人员有权进入有患患的地方 而且医护人员有权提供民众人道救援 并且拒绝服从非法或违反 伦理之命令 在当下时间点的时候 我们的医师跟警察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 因为有病患的地方就要有医师 但是警察以将我们医护人员靠上手铐 把他带离现场的方式 将我们的医护人员驱离现场 帮你们医护人员戴上手铐 他们不得不撤离现场 因为他们也不确定现场还有没有其他伤患 但是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有这样的危险的时候 即使已经有律师在旁协助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提供协助 因此我们就离开了现场 意思说你们如果不撤离的话 不惜要帮你们戴上手铐 您所看到 因为我看到今天 同样在您现场的柳林伟医师 他投书到苹果日报里头 有稍微转述这样的过程 那天您看到的学生 因为我看到很多画面里头 学生手都抬起来 您看到当时的学生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先讲在前面是 我们都是收 我在负责是医疗站内的业务 那我们的学生都告诉我们说 在当下时间点的时候 他们都是不做任何反抗的 然后他们就看到棍棒 打在他们的学生的身上 那我们有一位女同学 在我们的医疗站的时候 她其实受到轻伤 因为她是在逃跑 因为被攻击逃跑之后 她跌倒受伤 但是她在我们的医疗站里面 哭了30分钟 那我想大家应该了解 这样的意义代表的是什么 并不是因为伤口的疼痛 是 庄同学你看到的什么 郭同学不好意思 郭同学 我当天在第一次 就是震报警察进入的时候 我就在北平东路的那个路上 那当时警察正在 就是林森北路那边做集结 然后我就到那个地方 那边的学生们其实是要求 就是我们其实是做和平 我们就是完全的和平 没有做任何的攻击 那我们就是手勾的手坐下来 或是大家就站着 就是手勾的手站成一排 然后当时的总指挥 一直在就是在指挥 当时的就是警察们 然后那时候 民众们就开始喊 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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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越喊越大声 直到那个声音 已经完全盖住了那个指挥官 那指挥官声音被盖住之后 他就彻底的暴走 就直接开始往前冲 然后警察就开始跟着往前冲 然后正棒警察就往前出动 然后正棒警察就直接手 大概是挥到这么高的地方往下挥 那基本上挥下去 然后那个人就打在 我左边的左边的那个人身上 那基本上从这里往下挥 基本上被打到的都是肩膀以上 那基本上 那因为我没有看到他被打到哪里 然后我跟我的 我觉得我比较幸运 是我跟我的室友们之间 是因为我们是三个人在一起 那我们手彼此勾着手 比较不会 因为就比较不会受伤 可是我们其实都还是有被打到 那我们后来 因为没有办法我们都只好用手来护住 来护头 所以我们三个人手都有被打中 但是基本上就是 那在那个现场最可怕的是 就是千万不能落单 因为落单情况之下 就是打的时候 其实警察都特别会打落单的人 或是拉扯的时候 都是落单的人特别容易跌倒 或被拉扯 然后攻击的情况之下 就是理论上其实不需要出动震报警察 或是其实根本不需要用棍子 他光是用盾把我们往前推 或是人从我 因为他们其实还有人绕到我们后面去 从后面拉 就可以把我们撤离了 他们根本不需要用棍子的方式 从头或是从上面往下打 然后其实不只用打 他们如果有盾牌的人 其实还是会戳肚子 然后在那个现场 其实落单的人会比较容易受到攻击 对 你们有仔细看到 因为网络上有谣传说 里头有一些没有徽章的 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形吗 包括就是说我们看到他在 因为您自己没有冲到行政院内 对不对 您是在行政院外的广场 我在北平东路一次 我后来有重新进到会场的大厅外 就是不是在建筑物里面 但是我有进到墙里面 为什么出来清理了媒体之后 媒体里面拍不到的画面 出来外面通通都是头破血流 为什么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在就是院区里面 其实一开始大家就是 就是大家常看到的新闻 后面就大家躺成一排 然后一开始警方其实都是非常的 就是是用拉的 可是到越后面 就是里面人大家都还是 就还很多 他们觉得可能心太慢 然后接下来就有越来越多警察进来 然后接下来这时候 但是警察进来就是用盾集 用盾戳什么都还是没有用 拉还是很慢 然后这时候就出动了正报水车 正报水车会开始往里面喷 就是喷水 然后正报警车 因为喷水之后 其实我们为了要挡那个 我们都会背对着 背对着之后就比较容易 就是被水冲之后 背对着就比较容易好被拉出去 可是到越后面的人 就是等到媒体全部被清出去之后 正报警察就进去了 正报警察进去之后 越后面出去的人 其实被打得越凶 所以到最后哭着出去的都是 其实到最后都被打 因为然后先出去的其实还好 拍到的都还好 媒体出去了之后 拍到的还算是还好 对 就是媒体出去了之后 正报警察进去 里面被打得会越来越后面出来的 其实越危险 我想各位要补充 我们这一段广告 同时开放call in 因为为什么 我想就是说学生在违法的部分 就法律层面来讲 依法就办 学生违法依法就办 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家机器 那么这是一个国家公权率 沦为所谓的拿到棍棒之后 你就随便这样子挥 那面对 因为我也看到画面就是 其实我看他在拉抬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行啊 他轻轻松松就站起来 人就走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武警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驱离 这里头到底有没有讨论的空间 如果学生要办的话 那么执法过当的远警 是不是也应该要追究 甚至应该强力谴责呢 马上回到我们现场 我们继续讨论 对 尹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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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